大家好我們先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相信大家對於這幾天的天氣應該感覺到非常的美好 很多情況呢 因為天氣很好所以這個交通都開始繁忙起來 也開始泳澀了請大家特別留意 現在來說的話我們反而要關心菲律賓 各位來看這邊又是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預計這個是有機會會逐漸的發展 現在只是一個大的低壓帶而已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的確是很有機會發展成為至少熱帶性低氣壓 或是接近於颱風的一個水準所以未來要特別留意 因為呢過去呢 經過這個海洋颱風之後的重災區 又經營一個領靈颱風 這個可能是第二號 那預計在未來這幾天呢 可能在這個周六周日的時候 就已經到菲律賓這個時候就要稍微留意了 台灣來說的話真的是蠻幸運的蠻溫暖的 事實上今年整個在中國 整個大陸其實整個南方來說的話都是很溫暖 不過呢在這種情況下 好用一個高壓在這個地方籠罩 對當地來說的話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很多地方呢 空氣品質非常的糟糕 這種埋害呢 非常的這個嚴重 所以在南方來說的話 如果你有任何旅遊的話 一定呢 如果到那個地方去一定要戴上口罩 那北方呢也是有的 不過呢 冷空氣呢在北方還是活躍一波一波的影響 所以包含日本呢你看 還是蠻冷的 在中國來說的話大概長江流域呢 是冷空氣 一波一波的影響 南方來說的話相對的還好 這次來說的話 高壓的位置比較偏北一點點 對台灣而言其實沒有高壓影響 當然就吹了東風 就是好天氣 所以今年過年的天氣真的是相當的好 所以預計呢就是一個高壓在北邊慢慢冬移的過程 台灣的天氣是相當相當的溫暖 那很多人說是不是冬至很冷 所以今天才會放晴啊其實不要想太多 因為這是一個俗驗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正確性可言的 那下一波會有變化的時間點呢 就是恐怕就要到初四 各位來看 這個剛剛這個可能會下 這個週末下禮拜會接近到影響到菲律賓要稍微留意的 不過他可能不會很大 下一波會接近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 這個初四到初五的時候 有一波高壓會在南下 那時候溫度又在變涼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其實未來這幾天會下雨的部分 其實全台呢大多數都是好天氣啦 當然啦東半部由於吹了東風 雲量呢就會比較多 因為地形抬升的關係 所以在東半部呢 特別如果你到花蓮近濕近色 你留意的話 那個雲呢就會慢慢飄起來 因為這個雲呢 水氣是往東邊吹 被地形抬升突然抬升起來 就很容易有些這個雲 那如果雲越累積越多 可能當地就下一個局部的短暗星陣雨喔 所以這個事實上還是有機會發生的 不過這個都很局部啦 而且在限定一段時間而已 不會說整天都下雨 大家可以稍微放點心 這個今年的過年呢 可以說是暖洋洋的一個好天氣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跟他講吹東風 那整個中國東岸呢 沒什麼風 所以這個情況就麻煩了 空氣污染物就在這個地方 累積累積再累積 所以提醒大家 我們台灣的空氣品質 大致上還好 只有中南部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問題是說大陸真的比我們差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話就要特別注意自己的 呼吸器官 平常習慣了這種乾淨的空氣到那邊就很糟糕 那菲律賓呢就要稍微注意這個未來的風勢的走向 恐怕會有較強風 那未來呢北部的趨勢呢 都是持續暖洋洋的 白天的高溫可以24 5度 你穿個長袖在白天就可以了 甚至有時候都還嫌熱 那清晨的話是有一點比較涼了 提醒你還是要穿一些長袖比較合適 所以這個到底呢像你就從今天開始練習說 這幾天的外套就是過年的這個衣服裝的穿著都非常的舒適 不要穿太多但是也不要穿太少 在早晚的時候有時候要稍微涼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是有一件外套 加一件這個長袖就可以了 南部呢也是一樣 這次不分南北都是很溫暖的天氣 只不過呢如果你到這個空曠地區或是靠山區像日月潭啊 就要留意一下穿著早晚還是比較涼的 我們剛才建議這個好天氣呢 持續會到周四 周四到周五有一點改變 目前天氣是舒適溫暖的 早晚也會稍微涼一點點 過年呢是各地是暖乎乎的天氣 那大家呢 返鄉這個衣著呢不要穿得太厚重 能省就省 過年呢不要買太多不必要的東西 目前來看的話今年過年是一個好天氣 所以大家 在這種生活上呢事實上就可以好好想一想 可以用一個比較知性的方式來過一個今年的新年 我不會有聊天 如果你在家裡 你很正常 那